谢谢你 黄凯 姚姑娘 我问你一句话 如果你复明的那一顺 你最想见到的是谁 我最想见到的是 医生 他会笑着向我张开说声说 欢迎你来到光明的世界 来 到北京小冰 谢谢 明天有空吗 怎么了 参加订婚去 谁订婚啊 依依啊 她 她跟 她跟宋顿 依依 听说你跟宋顿订婚了是吗 没鬼告诉你的 是真的吗 是的 你有没有考虑清楚 你好像不太赞成我们 不 别误会 这要让宋顿知道 我可淡不起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我的选择 到底是对还是错 那你 就不给列治最后一次机会 我和他早就没有感觉了 就怕你是一时冲动 没有的是 我不会拿自己的幸福当做赌注的 再说 董哥对我怎么样 你们都看得很清楚 好 那我就祝你幸福 我替列治晚戏啊 我替列治晚戏啊 想当初 我俩第一次在广告牌上看见你 都为你着迷 要不是列治他结足先登 也许真正得到幸福的人 是我呢 如果事情可以重新开始 那有多坏 我们不必对任何事情都负很多责任 就好像我们在沙滩上玩城堡 如果你不喜欢 就可以把它砸掉 对 人活着就是承担 怪不得我们各有所类 依依 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 我都诚心地祝愿你 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别人都说一对异性很难成为知己 我就是不相信 从此时此刻起 白晨 我觉得我们的有意才是真正的开始 依依怎么了 依依她要订婚了 和宋顿 什么时候 一个小时以后 在哪里啊 太和饭店 你们两个人的小时 我们判断 成绩 一些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人员 今天在我府上略备水酒 我们是为了祝贺萨利先生 即将升任巡谱房的总监 来 为了庆祝 我们共同敬台预备 谢谢 雅芝 你怎么不喝 老板 这师傅房总监不是马龙吗 马龙快回老家了 大家喝 食菜 食菜 比较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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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